HELLO 大家好,我是Allen Pro 今天是5月1號2020年 是加州被禁止出門行動管制的第42天 同時呢,今年是Allen Pro成立了5週年的一個日子 所以今天很特別值得來紀念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拍一個影片 想要跟大家聊一下這5年我的心靈路程 還有順便來介紹一下Allen Pro的Studio 是一個電商教練專門在網路上教人家如何用Amazon 做電商這方面的培訓,然後做這方面的課程 然後我同時呢,還有一個電商公司 在2015年的時候呢,我的電商公司已經達到一年超過一百萬的營業了 然後那個時候呢,我就想說看還有什麼別的機會 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業 因為我知道如果要成功更成功的話 就必須要有多項的這個收入來源嘛 所以剛好呢,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很流行 這種所謂叫做online class 那時候才剛剛開始 在網路上有很多人在拿他們所謂的知識 然後再教大家怎麼樣去做 比方說像怎麼賺錢啊,怎麼做email marketing啊 怎麼做social media marketing 那時候有開始有一些 但是現在已經是非常非常普遍了 比方說像masterclass.com 就像Christina Angela她教你唱歌 Sarina Williams 教你怎麼樣去打網球 是像那樣子的概念 所以呢,那我只是因為 呃,因為我在那時候我也已經了解了amazon 呃,做電商是怎麼樣操作 所以我利用這一個 然後拿來教大家 就是相同的概念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有很多亞洲地區的地方 會說這個是詐騙 我想可能是因為所有 呃,教人家賺錢的這個東西 聽起來都想詐騙 因為亞洲地區太多詐騙了 我想應該是個原因 但是在網路上賣的東西 在amazon上賣的東西 這已經是 超過十年的一件事情 然後最近這種 網路上很多 呃,教你賺錢的coach啊 教你做電商啊 教你做social media怎麼賺錢啊 然後教你做什麼 股票啊,房地產啊 這些都一大堆 這些現在都已經是一個趨勢 所以 呃,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那 我也就是 one of the coach who happens to teach you amazon as my subject 反正 反正 anyways 那個時候呢 我剛開始創立安破的時候 我其實並沒有 並不知道怎麼樣去做行銷 我只知道 我想要把我的知識 然後就是 當做課程 然後交給別人 所以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我需要去做這麼多事情 來去promote自己 我也不知道 我需要去像 拍像這樣的影片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剛開始拍第一次影片 我超緊張的 我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 然後也不是很自然 甚至還是念下面 有的字 呃,就是先把大字報寫出來 然後這樣子念出來 超級超級不自然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那個影片 超搓的 I finally launched my free course Ecommerce for beginners last week and I got really good feedbacks 其實一開始在影片 就是在攝影機前面講話 都是非常不自然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 所 overcount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不知道 我想要做這個事業 然後我必須要去到處演講 大家應該都知道 public speaking 是 全美國 大家最害怕的一個 一個東西 而且我從小就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當然有人只要看著我 我什麼都沒講 我只要所有的tension在我身上 我就會臉紅 所以我花了非常多的 一段的時間 去來克服我自己心裡的恐懼 那也因為我克服這個恐懼 所以呢 我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演講過 我甚至還上了telex的講台 這些東西 It doesn't happen overnight 就是我不斷不斷的不斷在練習 這五年我不斷不斷在練習 我演講的技能 我不斷在克服這個 呃 就是演講的恐懼 因為我其實對於演講這件事情 還是 不是感到那麼舒適 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去做 因為 呃 如果我做到了 我才有個人成長 所以呢 我覺得Alan Pro都有來講 它不只是一個事業 而是一個 嗯 讓我自己能夠更成長 成長更多的一個事業 因為之前做電商就是反正是在 電腦後面 然後操作一下 就這樣子結束了 我並不需要去 呃 就是 go outside my comfort zone 去開始去跟別人 networking 然後去做 public speaking 然後需要出書 也不需要拍很多影片 我其實之前就已經在 躲在我的這個電腦後面 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賺錢了 但是因為我想要去 break 我的 comfort zone 所以我來做這個事業 所以Alan Pro對我來講 真的就是一個 讓我能夠成長成長 非常多的一個 一個事業 除此之外 因為在 呃影片前面嘛 我會開始注意到 欸 我看起來好胖 那個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2015年的時候 我自己的確有點chubbychubby 所以也因為這個原因呢 啊 我開始去健身去減肥 呃 所以Alan Pro這個事業 而且還讓我變瘦了 就是變比較fit 他讓我去注重到 呃 所有一切的成功是來自 很多不一樣的方向 不只是 呃 財富啊 你的健康啊 你的快樂啊 這些東西 也是在我做這個公司 Alan Pro才 慢慢慢慢才去學會的 就是 如何做好時間的管理 這也是 呃 有Alan Pro之後 這個公司之後 我才慢慢慢慢去體會 會怎麼樣去使用的 所以呢 這就是 呃 這幾年來 呃 這個事業給我這個心得 那我也會 繼續做下去 好了 就是 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一下 呃 我的辦公室 那這個辦公室呢 其實也就是我家 它在我家 其中一個房間裡面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這個 呃 辦公室 也就是書房啦 有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 來看一下吧 給大家 稍微的介紹一下 其實就 還蠻簡單的 這個燈是 大家如果要 做影片的話 都要買的嘛 就是Ring Light 可以讓你的 影片的 質量 光線會更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 平常在 呃 辦公的 一個地方 然後製作影片 然後做直播 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剛好在做這個 加拿大地區的 電商新手指南的影片 然後這個是我的 Yeti的麥克風 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要做直播的話呢 還有 任何影片的東西 都不需要有一個 另外去買一個 像這樣子的麥克風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好的 Webcam 才會有比較好的 Video Quality 像好 看不到 這是Logitech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桌面有什麼呢 這個桌面 反正就是 Mouse嘛 然後這是一個 太陽能的 Keyboard 我這邊還有一個 Writing Tablet 就是可以 寫一些東西在白板上 然後呢 這一個是 一個 放戒指 還有我這個 Ellen Pro領結的一個 然後就是我 如果穿西裝的時候 我就會戴上這一個 這是 Amazon Echo 如果住在洛杉磯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個 洛杉磯的治安 其實還蠻糟糕的 所以大家都會在家裡面 裝警報系統 以及 天羅地王 很多的這一個 呃 色 的camera 攝影機 那如果我只要 跟他講一個指令 他就可以顯現出 我樓下的攝影機 比方說 門口的人來啊 或是後院啊 我可以叫他 直接叫他給我看 後院 或者是門口的 攝影機 所拍到的東西 是非常方便 然後我也可以叫他 呃 播放音樂啊 然後問他一些問題啊 還有設定檯 反正 我個人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這是一個 Muck 因為我常在泡茶 所以呢 他就是會 自動把 這一個 水 杯裡面的溫度 調成一定 所以我的 茶就不會涼掉 那這是一個 充電器嘛 上面有我的 這個AirPods 還有我的 Apple Watch 運動之後用的 然後我的電話 這邊還有一台 我的 MacBook 所以呢 這個大家就是 工作的area 是這個樣子的 在電腦後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想跟大家 講一下 就是這一個 黃色的水晶 呃 放在這一個 書桌上面 據說有招財的能力 這是我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 也沒有很久 十年前在台灣的水晶市場買的 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那 也不需要花太多錢 去買這個東西 我覺得心塵則領 所以 跟大家 可以建議一下 呃 你也可以買黃色水晶 然後放在 你的桌上來招財 然後來到於這個area 這就是我平常在拍片的一個area 可以把這個 攝影機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子拍過去 不然我就會直接用這個 把攝影機放在這邊 然後就拍 那這個呢 是 Clickfunnels給我的 2 comma club award 上面基本上就是說 我利用了 Clickfunnels這一個 呃 往軟體 賺到了超過 100萬美金 然後這是 這個字 是我在 Amazon上面買的 然後這個燈是 很久很久以前 在Target買的 然後這個area呢 其實 不太會出現在鏡頭前面 這個叫做pandora box的東西 可以打開 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之後 就這樣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大概 1000多種遊戲 然後我就會把 這一個 桌子這樣子拿過來 然後搖桿 拿過來 這樣子把它靠到這裡 接下來呢 我這邊還有一個放腳的椅子 剛好就可以把它 拿過來 坐在這邊呢 就可以像是在 外面打RK 打電動的這種感覺 這裏面的遊戲呢 這是我在Ali Express 買的這個pandora box 它裡面的遊戲 大概是 90年代的那種 像 紅白任天堂 跟Super Nintendo 裡面會有的遊戲 什麼Street Fighter 啊 Kingdom Fighters 啊 Mario啊 Super Mario 那些東西的 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就到這個 Area 然後 這邊 就是我的 Printer 印表機 那 這一個呢 就是當初去 Telex 的時候 演講他們給我的 這一個 Newton's Cradle 就只是一個 紀念價值的東西 OK Stop 好 然後呢 這裡是我所出的 兩本書 這個第一本是英文的 How I Build How I Build A Million Dollar Nine Store From $600 這本書可以在 Amazon 任何有Amazon的地方買到 所以Amazon 日本啊 然後 Australia Amazon 美國加拿大都可以買到這本書 然後呢 這本書是 基本上就是 中文版的 目前呢 呃 是 只有拿來當作 正品送 在台灣的博客來呢 在 5月2號到 6月30號會有活動 所以在 2020年的 5月2號到 6月30號 可以在台灣的博客來 買到這本 中文書 但是只有 台灣的 呃 觀眾可以買得到 其他地方還是買不到 然後我也只有這麼一本 中文書 所以房間大概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這邊 這邊也就是一個 廁所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也很少用這邊 因為這邊 沒有房 沒有那個 不是睡覺的房間 那這邊是拿來 我就拿這個東西來 泡茶 然後這邊有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廁所 有時候會在這邊泡澡 然後這邊也是可以看到 外面 廁所旁邊還有一個 連到另外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 基本上就是 另外一個房間 然後拿來 做Yoga 還有堆雜物 沒有什麼在用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 這個房間 它其實有三個門 剛剛給大家看的 這邊是 呃...廁所嘛 然後呢 這邊這個 就是出去 外面的門 然後就是 樓上的後衛 那這是主臥室 這個就是剛剛旁邊的 一個臥室 一個房間 然後這是 樓下的客廳 這個門呢 是一個衣櫃 對 就是放一些雜物啊 公眾需要雜物 行李箱啊 然後 西裝啊 還有一些正式的服裝 所以呢 這就是這一次的影片 希望大家還喜歡 希望N Pro 可以繼續做到 10年 20年 好嗎?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喔 掰掰